最近来到三民区的风雨里 很多民众都觉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 原来是里长谢席源运用自己插画家的艺术天分 用心来帮社区装点 不但有可爱的猫咪公车站牌 连脏乱点都变干净了 更多关于风雨里的故事 请您锁定3月14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雄四野里》 戴着身裙帽 穿着西装背心 眼前这位一身睡气打扮的男子 就是三民区风雨里新上任里长谢席源 除了里长身份 还是位相当有名气的插画家 运用原有的艺术才能 装点风雨里变得可爱有朝气 真的是当上里长 就是心境要改变 那就是现在有可能没办法创作在我的画布上面 但是风雨里是我的全新创作 我就是我的格局又变越大这样子 就是可能是另一种的另类的艺术家了 是整个社区就是我的画布 因为三年前落脚在三民区风雨里 开始爱上老社区 却也看见许多需要被改变的地方 一个人就默默卷起袖子 从打扫环境开始 看见这位从外地来的 少年级这么努力 里面也渐渐被打动 加入维护环境的行列 那我只是一个带头 那希望这个环境变好之后 大家都愿意出一份力气 出一份力量 然后来自行打扫 这样子 因为环境真的是大家的 不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人 因为这边也是他们家 他们的工作环境 然后这个里内又是属于大家的 你可以在这样环境 那么脏乱的环境 你可以住得下去 我就蛮佩服的 那更好的环境 就要靠大家来营造 虽说万事起头难 在谢席园里长 上任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先前没有人想多停留的 中都公车站变得浣扬一心 还有可爱普利猫陪伴等公车 风车站就成了大人小孩 最喜欢的打卡点 还有更多关于风雨里的蜕变点滴 请锁定3月14号 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 享受业力 港部新闻李向武 我是奥军 参保报导 你脚帅不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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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